大家好,我是Data 今集我們來到尖沙咀,會介紹典大喜屋 為甚麼今天會介紹這間餐廳呢? 因為它在4月21日推出了一個日式定食套餐 再加這個自由巴飲食 所以今次就想來試一試它的質素是如何 要去餐廳我們在尖沙咀地鐵站B2出口出 一出來就先向前行 見到紅綠燈我就先過馬路 之後就轉左手邊 沿著嘉蘭分道就向前行 不久就會見到金巴里道26號 坐電梯上1樓便是 我們11點多就到餐廳 之後就在門口等 他們12點才開門 之後我就跟觀看員聊一下 原來她說她的日式定食套餐是一直都在做的 不是說4月21日才開始做的 我之前其實找過資料 找不到她有做日式定食套餐 所以就沒有來拍 我在網上見到這間餐廳其實都有好幾年歷史 就不是新開的 見到其實她的裝修就看起來幾豪華 不過因為她有幾年歷史 所以見到其實都有一些舊的感覺 另外這間餐廳最初的部分就是自助巴 之後一落到來就全部都是座位 見到這間餐廳的卡位其實比例上就會多些 裝修的風格其實就跟她的集團的其他餐廳差不多 大同小異 都是那個色調都是那種感覺 我今次就坐了一張四人桌 一個人坐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如果四個人坐的話它會有少少迫的 我們先介紹一下她的定食套餐 其實她的定食套餐選擇就真的非常多 如果沒有數錯就有25款 由A到Y幾乎都不夠英文字母用 她用餐時間就是10點到3點5點 用餐時間就幾長一下 通常我們吃這些日式定食套餐 都是星期一至五 但這間餐廳就是星期一至日都有供應 大家假期都可以來吃 其他前菜、渣麥、熟食和中西湯都是任飲任食 它的定食套餐就是包飲品一包 甜品有六款 大家可以選一款 各位網友 牛脂鍋推出晚市放題七折優惠 以優惠價172元 可以任飲任食日式料理 火鍋、甜品兩個小時 優惠有限 肉購重速 我就出去拍它的自助吧 其實它飲品的選擇 我覺得是幾豐富的 見到它的飲品是比較多新的 而且是幾吸引的 我們這個定食套餐可以選擇一樣東西 甜大叔最特別就是它的前菜選擇非常豐富 最少都十幾樣 另外它還有一些是椰果、蘆薈、菠蘿粒那些 炸物大約有兩、三樣 熟食有四樣 湯就有椰子雞湯和麵豉湯 今次我叫做H餐 切隔魚生檔 59元 就需要加一夾 飲品選擇就好多 我就拿了一包低糖的果汁試一試 這包果汁的甜度的確是差少少 味道都可以 因為這間餐廳前菜特別多 我們隨便都拿了七、八樣東西回來 這個就是我最有興趣試的前菜 牛旁 吃到牛旁 最初好像有點苦味 但之後就以酸味為主 它會比較韌一點 我覺得就幾得意 中華沙律都很爽口 但它草青味就比較重些 我覺得一般 之後就試一試很薄的蘿蔔片 薄薄一片但酸得很緊要 而且酸得很過癮 都不錯 包片就很夠味 而且又不會很韌 這包片蠻好吃的 薑片開頭吃酸酸的 挺好吃的 還有很多汁 但是這個薑片後來吃到幾辣 有些料到 青瓜的辣味都幾不平均 開頭吃沒甚麼 但吃到一些部分就非常辣 還有青瓜都不是太爽口 木耳會比較酸 不過它的酸味我不是太喜歡 椰子雞湯味道幾好喝 還有這個湯很夠味 另外它的椰子是非常硬的 咬都咬不到 我拿了兩個炸物回來 就是薯格和咖喱角 雖然它就凍了 但這個薯格還有少少脆 我猜剛剛出來的時候 這個薯格是不錯的 我自己都幾喜歡吃咖喱角 所以拿了兩件回來試一試 這個咬喱角當然會比較細一點 想不到咬喱角還挺脆的 裡面的餡料會比較少一點 沒甚麼肉 吃到有少少的咬喱味 另外這個咬喱角也不算太油 熟食有四樣我們都拿回來的 第一樣想介紹就是這個粟米 因為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熟食 但它就放在熟食那邊 果然是牛油蜜糖粟米 牛油味就都幾香 還有有蜜糖味 吃起來都不錯的 而且味道不會太過重 之後就是XO醬炒西芹 吃不到XO醬的味道 還有它的調味我都不太喜歡 這個就是蘿蔔牛腩 看到牛腩就比較大一點 蘿蔔就比較正常一點 蘿蔔就煮得很軟很入味 質素就相當不錯 牛腩同樣是很高質素 一樣是煮得很軟的 而且同樣非常入味 這個蘿蔔牛腩就真的非常不錯 好,我們看看瑞士雞翼 瑞士雞翼我覺得質地就正常 但這個瑞士汁就不是說好夠味 我覺得這個瑞士雞翼就一般 今次我叫X餐 切隔魚生當 它本身就包了牛肉烏冬 這個輕型的牛肉烏冬 其實牛肉就只有兩三件 就不太多 湯底會比較鹹一點 味道就像麵豉湯的味道 烏冬就有一點點彈性 整個烏冬最不好的就是牛肉 大家看到它其實切得很薄 但也有一點點韌 如果選擇的話 我寧願不吃烏冬 吃到外面的食物 我覺得外面的食物會比較好吃 我亦都吃過幾次切隔魚生當 我覺得今次的魚生就沒有那麼新鮮 而且魚就沒有什麼味道 因為魚生始終是頭頭尾尾 所以味道實在會比較參差一點 上面蟹子的口感就OK 但都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薑片味道就不錯 還有很多汁 而且它辣辣的挺好吃的 另外它的白飯是做得不錯的 飯不會說切在一起 還有有一點點醋味的 這個切隔魚生當 如果加了醬油 其實味道是OK的 不過比不上我們以前介紹過幾個 切隔魚生當 甜品有六款 我就選一個朱古力批 這個朱古力批真的非常迷你 我們有一個不算很大的匙羹來對比一下 大家就會見到這個朱古力批真的非常迷你 雖然份量很少 但味道真的挺不錯 朱古力味很夠濃 而且很夠甜 所以朱古力批味道挺好 經理剛剛拿了兩個新菜式 我順便拍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避風糖炒蟹 這一味就是醉鮑魚 就是日式放題的新菜式 經理就拿來想給我試一試 那我就太飽了 就試不下了 不過就拍個樣子給大家看看 我們今次就吃了一個H魚餐 59元 加完一之後就是64元 我們就吃了60多元 以這個價錢來說 我覺得算是挺划算 畢竟可以在沾沙咀吃這麼多東西 其實性價比算是不錯的 但它的食物質素我覺得就是一般 如果對比其他餐廳來說 就略為順利一點 地點就挺方便 環境也不錯的 服務態度也挺好的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它日式定食 就是星期一至日都有的 如果大家假期來 一樣都有吃的 這一點就真的挺重要的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